喂 小花 我有个好消息想要跟你分享 周南她又跟我求婚了 这次我答应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见你 在我家 文老师刚才说 她答应周南的求婚了 她怎么这么傻呀 就是因为你太懦弱了 你不去向她告白 关你什么事 吃点蛋糕 加油 你来了 是吧 江阳 你是第一个来祝贺我的人 我给你哥哥打过电话 可他不接 你说他要是知道这件事 他会生气吗 不要再说这些了 我希望他会 我甚至希望 他能来我的婚礼现场抢婚 你根本不爱钟南 我爱的人也根本不爱我 有始至终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我一直以为 他玩够了收心了 就会回来找我 我也坚信他一定会这样的 他终于来找我了 他 他告诉我 他要积极地面对自己的感情 面对生活 可是他却要跟我分手 真的是太搞笑了 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家阳你告诉我 到底是为什么 你不要这样 小华 你别这样 冷静一点好不好 现在连你都这么不懂事 都不叫我小华姐了 以后我都不想再叫你小华姐了 以前我就跟你说过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姐姐看 家阳 你不要打断我 我喜欢你 我爱你 很长时间了 也许你有过感受 但是对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坦白地告诉过你 但是今天 我必须要告诉你 从你跟我哥好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这么长时间里 我哥每一次伤害你 每一次辜负你 每一次让你失望 我为你气愤 我为你难受 现在你跟我哥分手了 我绝不允许你 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 我嫁给周楠 不是因为我爱他 那你要是因为要气我哥 我比周楠更合适 不可以 家阳你是我弟弟 我不是你弟弟 我说了多少次了 可我把你当成是我弟弟 家阳你多好啊 虽然你很倔强 但你的倔强只是对待你的事业 对你爱的人你很温暖 可你哥跟你不一样 他只有对待他的工作 他会变得温暖 如果一开始我喜欢的人是你 那可能今天我不会变得这么无处吧 现在一点都不晚 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绝对不能嫁给周楠 你嫁给他你不会快乐的 跟你在一起就会快乐吗 不会的 嫁人结婚现在对我来说 不是为了快乐 只是为了一个任务 任务 文桃酒业 现在需要周楠他们家的 自信进入 那你呢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稳定的婚后生活 需要好的经济条件 需要一个体面的丈夫 这些周楠都能给我 你能吗 这就是现实 佳阳 现实的力量特别大 比什么都大 那我觉得你在作诫你自己 在惩罚我哥 但是我告诉你 我哥根本不会在乎 他如果在乎 这对我来说是奇迹 他要是不在乎 这就是我温小华的归宿 这就是我温小华的归宿 佳阳 祝福小华姐吧 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不会去的 但我会告诉我哥 因为我知道这是你 希望我帮你做的 大哥 你不吃了吧 我都吃了啊 你吃了吧 反正我不吃 你人也吃不了 我知道 你是因为成人魔的事情 闹得心情不好 可是这能怪谁呢 还不都怪你自己 谁让你没事去奉 他追别的女人呢 这回惨了吧 爱妈了吧 我不是看他可怜吗 他喜欢闻老师他又不敢说 所以说呀 这程嘉阳骨子里他就是一怂男 怪不得人闻老师看不上 他去跟别的男人结婚呢 对了 闻老师那结婚对象是谁呀 不会就那天 我晴天里看见那男的吧 就东东他男朋友啊 前男友 那天我跟东东一起吃饭 你猜是东东说什么 东东说他现在跟那男的住一起 而且俩人关起来好着呢 真假的啊 那周男是吗 对对对 就这人啊 你你证据拿来 你要干吗呀 你不会还想帮成人魔吧 你是不是有病 你爱上他了 也不对呀 你说你要真爱上他 哪有帮自己喜欢的人 追别的女人的呀 我这叫仗义 仗义懂吗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 竟然男的往上扑 什么叫 我用得着我扑吗 都是别的男人扑我好吗 比如王旭东 你你又别别又招人家啊 人家可是高富帅 到时候你又让我被分手了 行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你还要不要我帮你找证据了 要 我还要不要我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